西翻亚书第二章 无耻的国民啊!你们要聚集,要聚集起来 趁命令还没有发出,日子还没有像风前的康比一般吹过 耶和华的烈怒还没有临到你们 耶和华愤怒的日子还没有临到你们以前 你们要聚集起来 地上所有谦卑的人,就是遵守耶和华典章的人啊 你们要寻求耶和华,你们要寻求公义,寻求谦卑 在耶和华愤怒的日子,你们或许得以隐藏起来 因为加萨必被抛弃,雅石基伦必成荒场 雅石土的居民必在降武被赶走 以格伦必连根拔起来 住在沿海地带的人,激烈堤的国民啊!你们有祸了 这是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 菲利士人之地迦南啊!我必毁灭你,使你那里没有人居住 沿海的地必成为草场,牧人的洞穴,羊群的眷兰 这地必归给犹大家的渔民 他们要在那里放牧 晚上他们躺卧在雅石基伦的房舍中 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 使他们从贝鲁之地归回 我听见了摩押人的辱骂之言 听见了亚门人的毁谤之语 他们辱骂我的子民 又自夸自大侵犯他们的境界 因此万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摩押人必要像索多玛 亚门人必定像俄摩拉 成为赤草和盐坑之所 永远荒凉之地 我余下的子民必掳掠他们 我国中所余的要得着他们为业 由于他们的狂傲 这事就临到他们 因为他们自夸自大 辱骂万君之耶和华的子民 对于他们 耶和华是可畏惧的 因为他要消灭地上一切神旨 那时 列国海岛上的居民 都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 古诗人啊 你们也必被我的刀剑所杀 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 毁灭亚树 使你你为变成荒场 干旱向旷野 群畜和各类的走兽 必躺卧在其中 醍醐和剑珠 七宿在柱顶上 窗内有鸣叫的声音 门槛上必有荒凉 因为香伯木都要曝露出来 这就是那欢乐安居之城 他心里曾说 只有我 除我以外 再没有别的了 现在 怎么进城的荒场 走兽躺卧之处呢 凡从那里经过的 都必无首吃笑 非常深入荒场 我一般 忧心的保持